都是你害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跟姐姐怎么会闹出这个样子 你的五符修补好了 还给你 你就是来还我衣服的呀 以为补好还给我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不然要我怎么样 我还能拿你怎么样 我是要你永远陪着姐姐 一辈子都不准离开我 过来 臭丫头 姐 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说那些话来伤害你 对不起姐姐 你少臭美了 你说那几句话就能伤得了我 你姐姐我就这么没出息 姐 你是梦眩的靠山永远都激不夸 来 姐姐看看 我昨天打了你 很疼吗 我真的不应该那么用力打你的 你看 打得我 手都肿了 人家跟你认真的 你那么没正经 你也知道正经 以后不准再跟客人打情骂俏的 来我们这的男人 他们全都有蹊跷 都只是逢场作戏 就算 有人肯为你动心 也不可能为了你抛家弃子 姐苦够了 不想你跟我有相同的命运 既然这些道理你都明白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你的大哥哥 很可笑对不对 会说别人就是管不住自己 我爱了他一辈子 让我离开他真的很难 不过我们约好 只要他把恩情还完 他就会用吧台大将来接我 我相信他 我愿意的 更不怕别人笑话 可是来酒馆喝酒的这些男人们 胡说八道的多的是 要不让他们看笑话真的很难 姐 要不这样吧 我们把酒馆收了 我在外面去找一个工作 可能我们的日子会苦一点 但是至少你会活得很自在 不行 酒馆怎么能收呢 那你怎么去读书 姐 被打的是我 怎么糊涂的是你 我不是刚从省城读书回来吗 读完高校怎么够呢 我要你出国留洋 成为镇上最风光的才女 我不去 我好不容易盼了十年 才盼得回你团聚 你不能再把我赶走 孟萱 你听姐姐说 我们身家背景不好 我想了又想 只有这个方法 才可以让你找到好的归宿 我不嫁 我不去 你刚刚还说让我跟着你一辈子不离开你的 你怎么出尔反尔 我的好妹妹 等你学成归国 我们两个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而且羽扬说人要多长见识 她还说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羽扬还说 够了 羽扬 你满脑子满嘴都是羽扬 为什么我们姐妹之间一定要有她家的中间搅局呢 我老实告诉你 我恨她 我讨厌她 十年前就因为她把我们俩分开 十年以后她休想再把我们姐妹俩拆散 她休想再抢走你 她休想 孟萱 什么 其统公认 这怎么可能 这不笑死人了吗 你够了没有 没有 我只是觉得你爸爸的那个想法挺有意思的 他不应该去卖酒 他应该去写小说 惹你生气的是你爸爸不是我 我想到外面找工作 是找你来商量的 你去拿我来消遣 好 好了 你也别生气了 找工作 那不是急在一时 庄信 我看你憋了一肚子气 不发泄出来 会生病的 今晚好好去玩玩 去哪儿 跟我走就是了 我保证你没有去过 不过 待会儿我们去了那儿 我们一定要用杨敏 为什么 哎呀 我们两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万一被人家知道底细 怕惹麻烦 看你紧张的 到底是去什么地方 我也没去过 朋友介绍的 走 到了就知道 人姐有没有看到孟璇下楼啊 没看见 你说这两个人还真奇怪 都没有下楼吃饭 难道说生气也能把肚子气饱啊 嘿 红姐也真够小气的 你说孟璇都向他认错了 可他还是不依不饶的 真是的 红姐你干嘛打我啊 好痛啊 痛啊 这就是告诉你 别在别人背后说坏话 拿去 那丫头在房里生闷气 去劝他吃了 我可告诉你啊 这碗饭要是剩下一厘米 我就嫁给你 咳死你 杨红啊 哎 王老板 我们来了 哎呦 喝不吃 又不是我不吃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太好了 快去吧 今天好好陪你们喝酒 哎呦 孟璇 我求求你了 你就吃一点吧 就吃一点 不吃 拿去倒了 这可是红姐亲自为你做的 把它倒掉了 那不是可惜了 谁在乎 谁在乎 去去去 拿去喂猪去 喂猪 喂 我说我不吃也没说给你吃啊 拿去喂猪了 混笑了 不生气了 去 谁说我不气了 大肥猪 第一次见到有人愿意喂着吃 宁愿当猪的 嗯 孟璇 你是不知道 可不是因为我贪吃啊 红姐说了 如果啊 这顽脸 就是剩下一厘米的话 嗯 她是要嫁给我啊 啊 她是要嫁给你啊 嗯 你也知道 红姐 她命中可负 如果她要是嫁给我的话 那我不就是死定了 我可不想死 所以我只有把这碗饭吃光了 哎 她真是委屈你了 任了孟璇 你可天外别告诉红姐 说这碗饭是我吃光的 我偏说 我让她这辈子嫁给你 下辈子投胎还嫁给你 哎呦 反正红薯都是被割死 还不是吃饱了上肉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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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吃饱吃饱 冲刺你这只大肥猪 嗯 嗯 嗯 哎 黄老板来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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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就这儿了 今天晚上喝点什么呀 欢迎光临 我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你别说 我知道你是谁 你呀 是我今天晚上的财神爷 快进来坐吧 好 来来来来 好 我真是觉得在哪见过她 你别扯了 人家就是卖酒的 跟客人装熟 你到主动八街上了 这里我都是第一次来 你又怎么可能见过老板娘呢 哎呦 见过见过 一定是我上辈子救过你 你今天晚上特地来报恩的 方文要报个彻底 酒要多喝几瓶 老板娘讲话可真有趣 哎 叫我老板娘怪老气的 叫我洪姐就行了 你怎么称呼 我叫洪姐 他是Tony 我是David 我们刚从国外念书回来 难得有刘过阳的客人光临 人姐 小菜招待 好嘞 来来来 先喝杯过门酒 好 好 来喽 二位 去喝喝点酒 先来给星辰会花掉 你慢点喝 我一会再过来 欢迎光临 里面请 里面请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好 你有多玩什么烦心的事都忘了 这丁氏酒夜 怎么能交到你的手上 还没找到啊 嗯 那他那个同学 沈君生家 你有没有去过 我去了 但他说中信 没有去找他 那好吧 谢谢你 你先歇着吧 好 雨昂 你也早点歇着吧 嗯 还不回来 连电话也没一个 中信回来了没有 我怎么知道 他回来也不会告诉我的 那你再派人去找找啊 不用找了 人都那么大了 从英国跑回来的路都知道 难道还不知道回家的路啊 好酒 好酒 说说看 这清泉桂花酿口感如何 是挺不错的 不过我们在英国待酒了 我们还是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 威士忌啊 有 有 我们这有 不但有 还有白兰蒂呢 那我们就要一瓶白兰蒂 OK OK 我这就去拿 等一下 红姐 今天我们不喝白兰蒂 你们这有没有丁氏酒业酿的酒吧 当然有 丁家的酒在这最受欢迎 你要喝哪一种啊 我 我 不会吧 我说大少爷 你连你自己家的酒你都不知道 跟我来 这全部都是丁家出产的酒 酸甜苦辣 让你挑 酸甜苦辣 嗯 请 就这一瓶 玉美人 有眼光 这可是一瓶好酒啊 啊 啊 哇 上次你就是被这个酒难倒的啊 你笑我啊 来 我给你尝尝 你要是能猜得出这个酒的年份 我给你两块大洋 哇 这么好转 谁给你赌这个啊 舌头又不是机器 谁要是能分析出来 那就是见鬼了 哎 我就是那个鬼啊 今天晚上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你能分辨得出来 那当然 我靠什么营生的 嗯 嗯 嗯 这是圆糯米加麦曲酿造的 再加上百分之六十的金白 别的酒呢 则是用水酿造的 而这瓶啊 是用三年份的摊饭酒代替水 构成层次缤纷的母子酒 至于这个年份嘛 五九三年 子九三年 前前后后总共需要六年的功夫 这可说是啊 丁家的酒中极品了 哇 佩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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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是太厉害了啊 拿来 什么拿来啊 两块大羊啊 不是 我 我跟他打的赌啊 哎 你要耍赖啊 给吧 快点啊 愿赌服输嘛 杨红啊 把丁家的玉美人再来三壶 我们这桌不够喝了 好 任杰 丁家玉美人 周老板三壶 好 马上来 任杰啊 丁家陈少来两壶吧 好 稍等啊 你看你看 光是丁家的酒啊 今天晚上就够我赚的 哎 这丁氏酒业啊 确实是了不起啊 哎 你们慢慢喝啊 我先去忙了 好好 哎 真没想到 来来来来来来 你们丁家的酒居然这么受欢迎 我也没想到 那个红姐真是有趣啊 她不止有趣 最让人惊讶的是她品酒的能力 没想到一个酒馆的老板娘竟然会这么懂酒 佩服啊 我看你是更佩服她的交际手腕吧 哎 你说的对 如果她要是个男人 肯定会在商场上大有作为 哼 中心 丁家的产业这么大 迟早会交给你打理 我觉得你跟红姐应该多接触接触 到时候对你的接管一定会大有帮助的 我们都喝多了 回家吧 我也走了 哎 啊 不是说好了去我家的吗 怎么 又改变主意了 我想回家 怎么 起销了 之前不是还一直嚷嚷 要和你爸 争口气吗 我就是为了要争这口气才要回家的 我堂堂一个丁氏酒业的继承人 却对自己家酿的酒一无所知 这 连个女人都不如 我看我真的应该回家好好反省反省了 跟你这一回去 就不怕你爸笑话你 笑话 我不了解自己家的酒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刚才在酒馆里 我看到丁家的酒那么受欢迎 我忽然间觉得我自己有一个使命 有一天 我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喝到我们丁家酿的美酒 哇 好大的志向啊 我们丁家的大少爷要奋发图强了 要做跨国的大生意了 喂 到时候可别忘了我是做学长的 没问题了 好兄弟嘛 少不了你的 你说的 来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嗯 走 叹叹叹叹叹叹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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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